新中国联邦洗联储上线一周年大事迹 2022年11月1日是洗联储成功上线一周年 在过去的一年中 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加剧 主要加密素货币价格均出现了暴律 只有新中国联邦洗联储洗币价格走势稳健 目前已跻身全球副货币发行机构的顶级行列 让我们盘点一下洗币走过的不平凡一年间的大事迹 2021年11月1日 洗币Edgecoin震撼上市 开盘价为0.3美元 24小时涨幅达2600% 成交量842万美元 币圈新势力登场 2021年12月31日 在专业杂志数字期刊 Digitual Journal发表文章指出 最近推出的喜马拉雅交易所 是在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加密生态系统 而不仅仅是发行代币过去的交易所 特别是企交所开创性的基础设施 它是第一家 也是唯一的一家构建端到端 基于区块链的综合金融系统公司 2022年1月4日 美国专业网站科技时报 TikTok发表文章 最新推出的喜马拉雅交易所 是独一无二的 它是在一个平台上 集成了其原生交易印币 HCN 稳定币 HDO 和支付应用程序 HPay 其稳定币固定为美元 USD 由美元和现金等值 资产主流的储备金支持 喜马拉雅美元的美元固定价值 为交易者和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币风改 2022年1月29日 HPay HPay 喜支付APP上线 HP 专为全人类的财富自由流通而诞生 引起零交易费用 极高的安全性 秒级支付转账等特点 已成为全球金融支付行业领域的颠覆者 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2022年3月10日 F1传奇人物 阿尔顿赛纳的一辆标志性迈克伦1989年NP4-5赛车 通过HPay 在习交所 由两名匿名成员之间 以HDO约520万美元的价格完成了交易 迈克伦车队的首席执行官扎克布朗表示 通过习交所见证这样的交易 反映了不断创新的步伐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 也正是赛车运动行业的特点 2022年3月18日 习交所以世界领先的内容交付网络提供商 Alkama Technologies合作 以提供快速、可靠和安全的解决方案 保护所有的习交所客户 HPayMali Exchange所持信息和安全观 阿奇姆·巴西亚展示 很高兴与如此出色的合作伙伴合作 使我们能够提供数据货币以快速、可靠和安全的方式展现未来 2022年3月24日 全球顶尖色评网站GFashion 支持通过HPay支付习美元购买商品 数据货币能走多远 流通是关键 至此习币流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2022年6月15日 英国前赛车手1992年F1冠军Nagio Mansel驾驶 标志性1989年法拉利640 以使用习美元HT5出售 这笔交易已相当于360万欧元的价格完成 安排拍卖的舒服币总裁胜债 HT5赢得了RM舒服币的信任 HT5无缝兑换相关货币 习交所的高官和员工都以最专业的态度工作 2022年7月20日 日本加密交易所Bitgate官宣 将于8月1日更名为 Hemalai Japan日本喜马拉雅交易所 Bitgate忍钱包技术由Bitcoin支持 在中共控制网络的情况下 忍钱包会成为中共灭亡前 中国人存放财富最安全的地方 日本加密货币市场 在全世界的地位距逐情中 习交所成功登陆受严格监管的日本市场 翻过这座高山前方一马平凡 未来习联储的发展将全面停速 2022年8月1日 日本喜马拉雅交易所正式上线 目前交易的币总有 比特币 以太保 瑞波币 比特现金 以太经典 恒星币 早在2022年1月1日直播中 郭先生就有提及 未来日本的HP和整个数字货币市场 在日本整个的喜币和喜日元的流通 还有未来整个框架的实施是战略性的 除美国之外 应该说日本市场是排在第二 地位仅次于美国 不管中间有多大的曲折和挫折 最后日本一定会成为喜币流行的重要市场 习之富在日本是绝对的动物 2022年11月即将发生 习交所即将上线比特币 以太保交易 届时可以用HDO参与购买 某个国际一级的亚洲品牌机构 会授权习联储发币 目前习联储陆续在各国拿到了多个牌照 某国主权数字银行牌照进展顺利 但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